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山兄弟啊 在下的确不知这里要开什么太难小会 只是无意得知此地有其他修仙者居住 所以呢 想来结交一番而已 那方专门准备什么东西啊 杭丽 两手一分 无奈的说道 哎呀 原来这样啊 那太可惜了 韩大哥只能浪费这次的良机了 要知道 弄到自己所缺物品财了的机会 可并不多呀 万小山是一脸的惋惜之色 连声地为韩丽叹息 不过 也不能说身上一点可以交换的东西都没有 最起码不是还有两张符吗 韩丽自嘲地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韩丽二人眼前的浓雾突然间翻滚起来 然后像被人用刀劈开一样 分出了一条可供两人并肩而行的小路 小路的另一端一眼望不到尽头 似乎很遥远 行了 咱们走吧 少年高兴地冲韩丽半了个鬼脸 就兴冲冲地先冲了进去 消失在了路上 而韩丽呢 则冷漠地端详了小路一会儿 才迈步走了进去 走得是稳稳当当 不慌不乱 这条路啊 得看起来很漫长 可紧走了片刻之后 就到了路的尽头 当韩丽走出路口的时候 感到眼前忽然一亮 一个种满了奇花异草的绿色山谷 出现在了眼前 山谷三面靠山 唯一的出口就是 韩丽进来被迷雾封锁的山坡 整个地方面积很大 足足占地上百亩还多 在中心处 有一大片雕蓝玉气的宫殿式楼阁 正有一些奇装异服打扮的人呢 出出境界 而在阁楼前面的空地上 只有一个很宽阔的青砖广场 里面有许多人像小贩一样 围着这广场的四周啊 摆起了小货摊 在这些摊位的前面 时不时的会有一两个人挤到跟前 看那么一两眼 或者低声问两句 但能当场成交的 韩丽并没有见到多少 见此情景 韩丽不禁深吸了一口气 这就是仙界了 这里的人 已经全都是修仙者 能一下子见到如此多的修仙之人 还是让韩丽有些精神恍惚 韩丽轻晃了一下头 让自己清醒一些 他不断提醒着自己 他要进入的是一个 以前无法想象的世界 在这里的人 谁都大有可能轻易的灭掉他 他一定要谨慎低调一些才是 想到这里 韩丽回头望了一眼 已彻底消失的来路 抬腿向广场内走去 韩丽刚走了几步 就听到远处有人在叫他 这边韩大哥 韩丽闻言向呼声处望去 就见万小山站在一鸣 青山老者的身侧 向他不停的招手示意 韩丽呢 微微一笑 快步走了上去 等走到那青山老人身旁的时候 万小山向韩丽介绍道 韩大哥 这位是泰南谷的青年真人 和家父啊 是至交 这次的泰南小会 就是他和另外几位前辈 共同主持召开的 韩丽一听此言 不禁仔细看了青年真人一眼 只见这老者身材瘦高 肩宽手长 身穿青色如山 倒颇有些出臣的神仙中人的神采 只是一张青色斑斑的脸孔 实在有些惊人啊 接着少年又对老者说 这是韩兄 是我在谷外刚刚认识的 虽然是位散修 可是我们却很谈得来 师伯可要多照顾几分啊 老者这时也把韩丽打量了一番 突然间他眯起了双眼 对韩丽说道 韩小有的木属性功法 练得不错呀 小小年纪就已经练到了第八层 这样的水准 即使是在修仙家族内 也不多见的 韩丽一听青年真人的赞言 心里边一阵苦笑 要不是靠大量服食 灵丹好药 他哪有可以能练到这第八层 估计还在三四层之间趴着呢 不过表面上 他还是很恭敬的谦让道 啊 青老谬赞了 在下只是侥幸而已 青年真人淡淡的点了点头 不再对他说什么 反而转脸对万小山说 小家伙 你家里的其他几位已经来了 他们都特别的担心你 让我一见到你啊 就把你带去见他们 现在就跟我过去吧 万小山文听此言 不禁哭丧其脸来 不会我七姐和九哥也来了吧 哎呀 我可最怕他们二人的刀了了 不去行吗 万小山满怀希望的望着青年真人 青年真人把脸一板 你说呢 哎呀 当然不行啊 万小山垂头丧气的自己答道 哼 你胆子倒是不小啊 竟敢瞒着家里人自己就偷跑出来 要是半路上碰到些心术不正的修仙者 你有几条小命也得交代在这儿了 青年真人说出此话的时候 微微斜撇了韩丽一眼 这老头可真不地道 此话分明是暗示自己就是心术不正的修仙者 故意接近这万小子的呀 韩丽呢 在一旁冷眼观瞧 自然听出了这青年真人的话里意思 嗨 难得碰见这么一位知无不言的小少爷 看来呢 却得暂时分手了 否则呀 这青年真人随便给点小鞋穿 自己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吧 既然万兄弟要去见家里人 那在下就先一个人四处转着了 以后有机会再和小山兄弟拔酒言欢 韩丽一抱拳 向万小山和青年真人说道 哎 别慌了走啊 我还给你介绍给 韩小友自己还有钥匙要处理呢 你就别给人家添乱了 万小山呢 见韩丽要走 急忙出言呢 想要再说一些什么 却被青年真人一把拉住 抢先呢 把话给截住了 韩丽见此 冲着万小山灿烂的笑了一下 就转身继续朝广场走去 而少年呢 则如同被押赴刑场的囚徒一样 苦着一张脸 跟在青年真人身后 慢慢的向着楼阁方向移动 韩丽被青年真人如此对待 倒也没什么气恼的 毕竟任何一个长辈 见到自家子侄身边 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朋友 都会先用怀疑的眼光相看 更何况万小山家里这样的修仙大族呢 不过 韩丽自己对万小山倒真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纯粹的想从其口中多了解一些修仙界的事罢了 却没成想啊 被青年真人横埋这么一杠子 只有另找他人见机行事了呀 韩丽这么想着 人就渐渐的靠近了摆着小摊的广场 修仙者们的小摊 围着比较宽阔的广场 稀稀拉拉的摆出了个回子行小路出来 而那些挑选交易物品的人 则三三两两的走在两侧都有摊点的空地中间 来来往往的倒也颇有一些 世俗间生意买卖的气息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昏暗 广场上却灯火通明起来 大部分的货摊前都已经摆上了适量统一的巨大灯盏 这些个灯盏呢 都是由青铜制成 通体古色古香 足有一米来高 但在这些灯盏上 并没有放入灯油之类的燃物 反而分别拖着一块拳头大小 通体都散发柔光的白石 这些石头散发的光芒可比普通的油灯亮了许多 不但把灯下的摊点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就是连附近的道路也被映得清晰可见 实在是个妙物啊 韩丽见此情景 不禁暗中有些嘖嘖称奇 天色虽然已晚 但广场上的人却比刚才多出了许多 不但新增了一些货摊 而逛摊的人呢 也猛增了一大截 有大批修仙者在这个时候涌入到了场内 让这个地方一时间是热闹非凡呢 韩丽慢慢的接近了王场 却并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待在附近 观察起这些来来往往的修仙者来 因为离得比较近 所以这些修仙者的样貌打扮 实在是让韩丽大开眼界啊 有的修仙者穿的衣服简陋得很 仅有几处要害被遮住 其他地方呢都光溜溜的 而有的却又全身上下包裹的严严实实 一丝肌肤也不外露 正好和另一人相反 更离谱的是 还见到一位明明是男人相貌 但穿着服饰 却和女人一样的修仙者 这让韩丽一阵的想要呕吐啊 不过幸亏这样的妖人并不多见 大部分人的打扮虽然有些古怪 但是韩丽还是能够接受的 就这样观察了一会儿之后 韩丽的神色忽然间一动 眼中神光一现 他发现广场内 不管是摆摊的还是闲逛的修仙者 全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连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都没有看到 这时万小山说过的 泰南小慧是五年一度专为小辈们开办的说辞 在他脑中出现 如此看来啊 那些年龄大些备份稍高点的修仙者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而那清言真人恐怕也是凭主办者的身份才能在此露面的吧 韩丽想到这里心里不由的一松 毕竟那些老家伙们可实在不好对付 而且他们想要对付自己的话 恐怕比碾死一只蚂蚁麻烦不到哪里去 不过即使眼前所谓的小辈修仙者 他们的实力也都个个不弱 如同韩丽这样的人 在人群中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而像曾见过的蓝衣人那样水平极高的修仙者 在这里也大为不缺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韩丽就见了五六个这样的高手 这令韩丽大为汉颜呢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兄台为何一人站在这里 是在等朋友吗 一声清朗的声音忽然从韩丽身后传来 让韩丽心中一惊 他缓缓转过身去 只见在身后不远处站着六七个人 说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倒是打扮的修仙者 此人白面无虚 五官端正 胳膊上搭着个扶尘 正微笑着望着韩丽 道长 找在下有事 韩丽没有理会对方的提问 反而面无表情的回问了一句 哈哈不要误会 我等找兄台可没有什么恶意啊 只是见兄台单独站在这里 对这里一切都很好奇的样子 所以猜测阁下是独自附会的散仙 想上来结交一下而已 我等庶人也全是散修 和阁下一样啊 怎么 你 你们全是散修 不错 阁下若是散修的话 最好还是和我等结伴而行 这样在这会上 大家都可以互相照应一下了 这次说话的是个面目清秀 脸上却有条疤痕的少妇 在他身旁则是个满脸大胡子的悲斗大汉 似乎是夫妇二人的样子 不错 往年独自参加交易会的散修 因为士丹利姑 经常被大家族人欺辱啊 一听二人此话 韩丽略有些明白对方的意思了 这些附会的散修 害怕在这个会上 被修仙家族的人欺负 因此呢 就自动的聚集在一起 组成个临时的小团伙 试图呢 形成一定的自保能力 所以才到处找像他这样的落单散修 既然已经明白对方的用意了 韩丽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 毕竟啊 他的确需要一个可遮风党雨的小团体做掩护 就算是临时的也不在乎啊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要仔细询问对方几个小问题 才能放心的加入对方 既然几位已经看出来了 那在下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在下的确是散修 不过几位想让我加入你们这个团体 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 和说说真成为你们议员后 需要做些什么 韩丽坦然承认了自己散修的身份 但等面前几个人刚露出喜色 便提出了要求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胸台还有一些顾虑啊 这没什么 其他几个人刚进来的时候 都说了和阁下差不多的话 道士和那几个人闻听韩丽此言 非他没有露出不悦之色 反而呢互相看了一眼 突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来 我给阁下介绍一下这几位朋友 道士指着那几名修仙者 对韩丽笑着说道 这两位啊 是同胞兄弟 苍狼岭的黑木和黑金兄弟俩 道士把韩丽引到一对 面目相似的青年面前 大大方方的介绍 这二人呢 冲着韩丽一抱拳 韩丽也神情自若的回了一礼 来兄台 这是飞连洞的红连散人 和普洛山的苦丧大师 这回被引荐的是一个 相貌普通的少女 和一个苦着脸的小和尚 至于这对吗 我夫妇啊 是天水寨人士 胡平姑和熊大力 道士指着刚才和韩丽 说过话的少妇和那个大胡子 还没有开口说话 便被那少妇咯咯咯一笑 抢过了话头 道士被抢了话 也不生气 只是淡然一笑 那么 频道啊 是卧牛山青牛冠的挂单道士 道号松文 哈哈哈哈 频道啊 就是这个小团体的发起人 暂时呢 还被大伙推为领头人 不过频道一般不会命令大家 只是在处理外部纠纷的时候 才由频道领头说话罢了 道士最后把自己也谦虚的介绍了一下 并把小团伙的兴致也大概说了一下 这个道士啊 倒也颇有些气度 似乎人还不错 而且其他人的法力也大多不弱 几乎都有长春宫七八层法力的样子 这个松文道长更是厉害 虽然还没有达到兰仪人的程度 但也比自己那要强的多了呀 韩丽心里合计了一下 觉得和这些人在一起 的确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既然大家都是散修 而且在一起的确好办事 那么在下韩丽就暂时加入你们吧 太好了 有韩兄的加入 我们这个团体的实力又强了一份啊 松文道士一听韩丽此言 立即高兴的说道 而其他几人呢 也都面露喜色 毕竟韩丽看起来法力不弱 能对他们帮助不小 诶 我们这个群体的人都在这了吗 韩丽这个时候左右看了看 哦 还有另外两个人 他们一个呀 在屋内大睡 另一个四处闲逛去了 胡平姑撇撇嘴 似乎看那两个人不怎么顺眼 哎 也没有胡夫人说的那么差劲吧 只是一个贪睡了点 另一个贪完了些罢了 这次啊 是那光头小和尚 提那二人辩解起来 你 胡平姑听苦丧和尚这么一说 有些不乐意了 想要再说些什么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争执了 毕竟当初大家都说好了 除了和外部势力争斗时 大家要统一行动 听从指挥 其他时候啊 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任凭各自的喜好行动啊 这孙文道士急忙上前 打了个圆场 这位胡夫人见词 除了有些不高兴外 倒也没有跟着胡搅蛮缠 毕竟人家孙文道士的话 实力都在那摆着呢 不能不给几分面子 等到晚上剧头的时候啊 韩兄弟就会见到那二人了 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下 那二人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与众不同啊 道士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似乎对那二人颇为头痛 说到这儿 韩丽还针对那二人产生了兴趣 在散修中 还有这样性格迥异的人 他们到底是谁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原修仙传第五十六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